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在一年前来打针取卵 冷冻了胚胎 那时候胺脂病美肚两个夫妻都没有问题 但没有想到事过一年之后 他要来植物胚胎 因为胺脂病美肚 每半年就要抽血一次 结果竟然先生有美肚围绕阳性 VDR-L-Pasit 那VDR-L-Pasit不代表他一定有美肚 像红帆腺囊肠 节肌性子肢 肢体免疫性疾病 VDR-L-Pasit会阳性 所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再跟你偷TBH-A 还你清白 那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TBH-A 也是微弱阳性 那看着两个阳性的报告 我们根据法律 我们要通报卫生局 检验单位也要通报 这因为他是法律传染病 那病人来的时候 我蛮难起始的 就是说 我就跟他讲 这是微弱阳性 你是不是在找一些中心在确认 但是这个实验室 是经过ISO认证的 在台北长庚旁边的 一家非常有潜规的实验室 那我就跟他介绍 中国医药学院的感染科教授 卢敏吉 我的同学 那去 因为我的同学看到他是双羊嘛 就跟他打了120张位的 盘迪欣音 然后也跟他抽血 隔天 昨天我同学打电话给我 说他在中国医药学院检查 双阴 两个都阴性 我的同学说 我们中国医药学院的报告 是准确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送点这个单位 是不准确的 所以就立刻 我立刻打电话给病人 就说 请你先生不要再去打第二剂第三剂 因为他是没有的 我们厌望他了 那一天先生也是很莫名其妙 因为他看起来就很忠和老实的样子 不太可能得到这个病 所以我在台北实验室搞乌龙的事件 得到一个教训 如果说你在某一家 他明明口碑很好的实验室 检查是有某种疾病 或某种 尤其是像 梅毒艾滋这么敏感的一个疾病 我会建议你在寻求 第二个医学中心去检查 会还你清白的 所以 病人算是 那我立刻打电话 跟病人的太太 我没有找到他先生 跟他抱歉说 这段时间来 他们家承受到的 压力 因为我们第一次报告出来的时候 第二次又报告出来 我们一直不敢跟他们讲 就请他来 来医院我们面对面 我还把先生的那个梅毒报告 用信封封封起来 交给他本人 我就说是你的个人医师 你要给谁看 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 你是我的病人 我交给你一对一 那没有想到 竟然是 滋阳辨色 阳转阴 所以 只有一个经验 就是 如果你检查出来是有问题 不妨再检查第二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